古巴的副弓 身高2.3米 这是上海队的反轮 还是给接应来打 一条腰线打中 这个挑战时间对于库比亚克的发球手感也是一个影响 但是小插曲过后依旧是一个A色 在南京第一局的中段面对库比亚克的发球轮 轻缩 上网球单手调整给四号位主攻打了一个斜线 不到位的一个条弓 阿塔纳歇为奇终结了第二局 第二局中段南京队通过前排 顾庆凡和罗哈斯形成的高篮网压制 对于上海队的主要的分人库比亚克拿下了几分关键的 上海队的赛点球 出网了 这样的话上海队在三局比赛当中都是通过发球去破功 尔南京